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橙子 之前呢我有看到过我的粉丝想考虑一期关于穿他的look 好,那今天我们就安排 先来带大家看看我的衣柜 这些呢是我平时穿的短袖衬衫 因为我觉得短袖衬衫在夏天的时候真的很买搭 表示在是一些长袖衬衫 长袖衬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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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袖衬衫 夹克,夹克,唯衣,唯衣,唯衣 这是我平时会出宫穿的一些短裤 下面呢就是我平时爱戴的一些帽子 我这里放了一些我平时会戴的凹包 然后这些呢就是我的T恤 我发现平时真的要买很多衣柜版衣服都放不下 这个里面呢是我平时的一些首饰的 然后躲下来都在包包里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一周穿搭 这是我的周一穿搭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一身呢穿了一个白色的宽松衬衫 里面是一个短项链搭配了一个小号的托特包 一条黑色短裤还有一双白色的长袜 一双白色的板鞋 整体看起来的效果就非常的学生气 非常的清爽 OK 这是我的周二穿搭 穿了一个黑色的T恤 一条项链 一个小胯包 一个牛仔阔腿破洞裤 还有一双黑板鞋 这一身整体就非常的休闲 OK 周三穿搭 里面还是刚刚的黑T 刚刚的项链 然后外面搭了一个黑色的宽松油的夹克 一条黑色短裤 黑色袜子 还有一双黑色的板鞋 这一身整体下来看起来就非常的街头 我觉得是一套很酷的穿搭 OK 周四穿搭 这一身穿搭就非常的经典 搭配了一个眼镜一条项链 一个小胯包 一双球鞋 非常学生气 而且戴上眼镜感觉自己还有许问 OK 周五穿搭 那我这一套穿搭呢 就是比较酷 放了很多我的小心思在里面 搭配了一个这种全部压下来的渔夫帽 然后一个小项链 普通的T恤吧 然后一个喷松牛仔裤 一双老爹鞋 还有一个小胯包 我觉得就是真的非常的帅 OK 周六穿搭 卫衣配短裤 在我心里一直都是YYDS 一个棒球帽 一个宽松的卫衣 一个像这样的单肩运动包 然后还有一条运动短裤 这身总体看起来就非常的像高充升 反正这一套穿搭我真的非常的喜欢 OK 周日穿搭 像我平时不开工 在家休息的时候 一般就是这样 背心配短裤 怎么舒服怎么穿 好 那今天我的穿搭分享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你们最喜欢我的哪一套穿搭路 可以在我的评论区告诉我 祝大家喜喜快乐 顾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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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红书